作为BC省的租客,弄清这些点就是保护你的基本方式 经济投资融入社区,大家好,我是您身边的大问题层经纪,Steve,曲杰纯 上次有收到一封来信,询问在BC省租房需要注意什么事情呢? 今天我就给大家总结了十大要点,可能稍微有些长,但是请你收藏下来,一定会对你有所保障 第一,租客材料的准备很重要,它可以提高你做到新营房屋的成功率 比如,你会需要提供收入证明,工作证明,学校证明,或者是来自于你上司,你的老师,或者你前房东的推荐信 这些都是必不可上的,每个人都会被调取你的信用报告 这种credit check在这边既常见又好用 如果在这时候你还可以准备一封自我介绍信,那么我相信你的房东一定会更加喜欢你 不过呢,有些东西你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比如你的驾照或者任何有你照片的这种ID 对方只可以来合适你的身份,却不可以复印保存 我们华人常用的租赁网站包括以下几个 而其中的lead rent会给你提供更多的保障以及合同上的支持 如果你租房,请一定要找那种专业经济管理的房屋 这个样子的话,一旦有紧急事情发生,你可以及时找到责任人 并且处理好你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点,租房时间的准备 如果你已经租了一个屋子,但是你要想搬到新家去的话 那么请一定要和你现房东做好充足的沟通 以及按照约定提前至少一个月发送你搬家的通知 那么在现在租房困难的今天 好多的好房他会在租客搬走的至少一个月以前发过通知 那么这种时间差也请一定要计算好 第三点,签合同就要签BC省的范文合同 合同作为加拿大的最基本的事情 只要你签字了,就证明你对合同已经是全部了解了 那么很多人说英文是一个障碍 不过我相信现在翻译软件这么高明的今天 你一定可以看到至少80%以上的内容 BC省租房的合同,你可以到RTB的官网 或者Google搜索RTB,Tenancy Agreement 当你签署的时候,你也可能会碰到一些附加条款 只要这些是公平、合理 并且符合Residential Tenancy Act租赁法的就可以 但是如果合同条约里面写 固定时间你必须要搬走,没有理由 或者租了一年以后 你的租金将会一下增加20% 这些不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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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吴欺杀